那是他的妹妹 因为其实固定有来看我 他就是因为哥哥有时候会说 哪里不舒服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稍微帮他问一下 他说这个痛那么久正常吗 然后我就问他 他工作因为要搬重务 好像还好 但是妹妹觉得不太对劲 所以就是邀哥哥就是来看我这样 因为他说什么时候比较痛 他说姿势上面好像还好 有时候某些姿势比较痛 但有些还好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有感觉 他忙了一整天之后 晚上特别有感觉 这个就是一个警训 所以我就请他去 去做更进一步的确认 可是他也不太愿意 因为工作很忙 直到某一天他发烧了 可是他除了发烧之外 没有别的症状 就是发烧跟他的腰痛 所以他妹妹就觉得不太对劲 不太对劲 赶快带他去看医 看医生 所以做检查发现是 癌症转移到腰部 对 这也这么严重 有机的癌症 腰带痛 对 可是他没有其他的症状 所以他的癌症 我有点忘记是什么癌 但是是没有无声无息的癌症 但是他比较明显的问题 就是他晚上特别感到疼痛 所以这个东西会是蛮重要 要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有这样的状况 就可能提早去医院做检查 欢迎收看 医师好啦 欢迎收看 帅哥美女孩 爱师团 欢迎 我们就参加帅哥美女 欢迎 欢迎 好了 我跟你说 以下这一段我是被逼的 是这样子 有一个人下半身痠痛去看诊 那医生一看就问说 脚麻麻 然后病患就回 妈 然后医生就说 脚麻麻 然后医生很疑惑地说 妈妈 然后医生最后眨眼说 我是为了你脚麻 然后他就说 后来医生的诊断是 听力障碍 你笑得出来 笑话还不错 真的吗 还不错 看容量觉得很难笑 有没有听到 酸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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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这个比较好笑 这个比较好笑 像是提供给制作单位啦 我以为这是奈笑话 不会 以后需要参考哪个的好不好 酸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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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很多人生病的这个症状 真的也让病人 搞不清楚状况 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 所以今天就来考考大家 对于疾病的分辨能力 好 所以这样分組是吧 是 乃哥 你跟谢欣好了 我跟谢欣 好久没看到谢欣 对啊 那我就凑个一下 好 凑个一下 你这么勉强 翔哥 我是主持人 涉略很深 余安也不能想到 余安也不能想到 重点是抢棋子 对 不会啦 那个JR也很聪明 OK 我们两个可以的 他聪明用在不同的地方 小聪明有 大聪明有 大聪明有 好 我们节目是有处罚的 有处罚 有处罚 然後如果平手呢 一起都处罚 不可能平手啦 一定要杀出胜负 不可能啦 那我们马上来进行第一趴 一起乃选吧 他那个红棋子 就拔起来 要我说请抢答案才可以 抽起来 不是拔起来 听我的指令在抢啊 好 先听题目 腰痛常常让人分不清 是骨骼肌肉还是内脏疾病 请问下列哪种痛法可靠 酸痛贴附缓解 一 不动时比较痛 二 有做动作会痛 三 疼痛超过四周 哪一种 让他们抢 让他们抢 是可以靠药部来舒缓的 药部舒缓 请抢答 不好意思 乃哥 就这样不小心就抢到了 不是 我叫你给他们抢 你还抢 我怕输啊 到时候输成麻烈 不是 就是没有把握了 没有把握吗 而且我听乃哥这样Cue你 我就没有 我就伸比较慢 所以你还是抢走了 当到不动的时候 比较痛 这个很简单啦 有做动作会痛 疼痛超过四周 超过四周不可能 就是可靠的 可靠这个 酸痛贴附的来舒缓 谢谢 你常外景 譬如说以前常外景 每周三要出外景嘛 然后就有一天早上起来 突然就是这个地方 超级痛 腰痛 就整圈 不是整圈痛吗 刺痛 那叫舌残腰吧 那是皮爪 那已经很后面了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 就有个女明星说 她来了我们节目之后 憋尿的关系 造成膀胱炎 然后那个细菌一路北上往 会这样子啊 到她的肾脏 到肾炎 肾炎 对 她整个肾发炎 然后还 住院掉点滴 我当下醒来的时候 就在想说 我一定肾发炎 因为我也是外景人 我也憋尿 我就去挂急诊 然后医生还问我说 你发生什么事 我说我真的要 我真的肾发炎 我就是一个很敬业的外景人 他还把我带到那个 紧急区的红线 我第一个检查 我都比别人快 然后呢 给你猜发生什么事 怎么了 他医生问我说 那你痛在哪里 我说这里 你确定是这里 我说这里 小姐 你可以离开了 那只是纯粹腰痛 跟肾脏没关系 可是他怎么不用做任何检查 对啊 他有 他其实都有抽血干嘛的 但是他第一个好奇点是说 如果你真的已经肾脏炎了 你根本没有办法走进来 真的吗 因为好像肾脏痛是痛到我吧 好像是很痛 他就叫我做几个姿势 瞧一下... 他说小姐 你这纯粹可能扭伤而已 那我知道 这就是一个浪费医疗思源的故事 真的 那结果你对这个答案 答案是什么 你现在讲下来我也听不懂 到底哪个比较重要 那你就思考嘛 不可能是疼痛超过四周 不可能三嘛 不可能三 就二选一 我觉得是有做动作会痛 对 有做动作会痛 是不是 才要贴 是不是 或者是你动一下 扭到 打牌打一打 扭到 宇芳说我前天去健身房 我现在大腿很痠 对... 这种现在就可以贴 你健身房真的会怎样 是 所以你们答案是2 有做动作 好的 这一题我们请 黄老师来帮我们解答 恭喜答对 恭喜 所谓三痛切步 那基本上它对症的就是 骨骼关节肌肉相关的 尤其是肌肉相关的 那如果说是这种肌肉的问题的话 它就跟你的动作姿势有关 比方说扭到 或者说 扭到腰 或者是闪到腰等等 像这种 那有些慢性的问题 它就是 常常会发生 可是 后来好像 如果你活动一下 它就比较好 所以跟活动相关的 就跟骨骼关节肌肉有关 那我们这边的选项 有一个是 第一个是不动也会痛 那不动也会痛 表示它跟你的动作姿势 比较没有关系 比较没有连结 那会产生疼痛 身体可能有一些部位 可以再发出警讯 它有时候会痛 有时候没有那么痛 就隐隐作痛 这种时候比较恐怖的就是 它可能就是 内脏相关的问题 那内脏的问题 我们大概可以分两个 一个就是急性 大家非常清楚 急性的东西 内脏有问题 或者急性胃痛 会去医院 可是我们这边提到的是慢性的 慢性 然后它就隐隐发炎这种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分辨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可以分辨的 就是骨骼关节肌肉跟内脏 它差别在哪 如果是骨骼关节肌肉的 会有一些是有局部的红肿脏热 摸起来热热的 种种的 腰抛的 对 那会酸中痛 对 那所以像这种时候 它就比较是骨骼关节肌肉 同时它跟你的姿势有关 某一些姿势比较不舒服 某一些姿势比较舒服 它在你动作上面 会有一些落差 然后再来就是 你可能会有一个印象 比方说落枕了 比方说接小孩 比方说抱小孩 或者是拿东西等等 它有一个事件 你会比较有印象 那如果说是那种 慢性内脏方面的问题 刚刚提到隐隐作痛 好像有时候会痛 有时候又没有那么痛 然后有时候 它好像在比较深处的地方 很难去 比较具体的描述这个疼痛 或者是当你休息了 那个内脏的问题 他会比较明显的被 被你感受到 那我们这边就 曾经有遇过一个男性 他其实自己本身的工作 是跟班重物有关 所以他就觉得 这种痠痛好像很频繁发生 就不管他 然后他就是那种 拖了四周以上 然后他自己 其实也不觉得怎么样 那是他的妹妹 因为其实固定有来看我 他就是因为哥哥有时候会说 哪里不舒服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稍微帮他问一下 他说这个痛那么久正常吗 然后我就问他 他工作因为要搬重物 好像还好 但是妹妹觉得不太对劲 所以就是邀哥哥 就是来看我这样 因为他说什么时候比较痛 他说姿势上面好像还好 有时候某些姿势比较痛 但有些还好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特别有感觉 他忙了一整天之后晚上 特别有感觉 那这个就是一个警训 所以我就请他去 去做更进一步的确认 可是他也不太愿 因为工作很忙 直到某一天他发烧了 可是他除了发烧之外 没有别的症状 就是发烧跟他的腰痛 所以他妹妹就觉得 不太对劲 不太对劲 趕快带他去看医 看医生 所以做检查发现是 癌症转移到腰部 所以这也太严重 腰在痛苦 对 可是他没有其他的症状 所以他的癌症 我有点忘记是什么癌 但是是没有 无声无息的癌症 但是他比较明显的问题 就是他晚上特别感到疼痛 所以这个东西会是蛮重要 要提醒大家就是 如果有这样的状况 就可能提早去医院做检查 宇安姐加油了 我们要进行第二题 才第一题而已 不用加油 第二题 小婷最近总是走不久 有 容易痠痛 有可能是老化或血管出问题 请问下列哪的 较可能是老化症状 一 指甲没血色 二 休息不会好 三 脚毛多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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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啊 你很差耶 对啊 怎么差 拔不出来 你不要再让了好吗 不要让 对啊 你有连相惜玉的意思 对 还在让 还是你真的没抢到 没有 因为小婷最近久没见面 而且乃哥对不对 刚刚累了 怎么样 已经波折了 我精神很好 我先让他两题吧 好 等一下换乃哥跟宇安姐 好 对 说的也是 好不好 我等一下 这一题我再答对我就让他好了 真的 真的 不行 要答对啊 这一题很简单 老化怎么会脚毛 脚毛都不可能 不可能 有些的天生 那个毛法就少了 那脚毛怎么样 我到现在脚毛也不多 就是天生的毛 天生的 就遗传了 指甲没有血色 这跟你的身体的状况有关系 末梢 休息不好 休息不好 怎么睡 睡不够 怎么睡就还是累 就是老了 是不是 老化的现象 好像有道理 没有 2 还是2 乃哥答2 那这一题我们请 蔡医师帮我们解答 恭喜乃哥答对了 不犯了 好帥 恭喜 蔡医师帮我们解答一下 放老化就是指向 像肌肉骨骼的退化 可能那立腺体变少 肌肉流失 骨质疏松等等 这算是比较属于老化的现象 它血管塞住就很简单 就血管突然狭窄了 塞了大概7% 10% 所以它变成它没有营养到我们的指甲的末端 所以指甲又没有血色 如果病人这个脚很痛 但是指甲是有血色的话 那有可能是老化的现象 就不一定是血管的现象 但如果这个病人是脚很痛 那指甲也没有血色 也没有脚毛 脚毛跟血管有关系 如果真的是血管出问题的话 病人的一只脚会有脚毛 一只脚会没有脚毛 真的吗 你确定两只都有吗 我两只都有 所以两只都有 就不用怕 最怕是一只有一只没有 那只没有脚毛的脚 就很有可能是血管阻塞出了问题 因为我们的毛囊 需要营养的 需要养分 所以它要血管去给它很多营养素 给它蛋白质 给它一些氨基酸等等 但如果你血管塞住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一个管道 给我们的毛囊营养 他讲的这我想到 我们男生会徒头 也是因为荷尔蒙挡住你的营养 运到头上去 没错 所以是需要血液 把营养带上去 对 所以再也就是说隐隐作痛 就你走路的时候会觉得说 怎么走个几分钟之后 脚会有点痛 然后就要休息一下 但如果是血管塞住的话 你说好像突然 那个血块塞住 你会突然聚痛 突然脚变黑色 紫青色 都有可能这样子 第二个是休息 通常是我们脚的血管塞住的时候 通常休息个五到十分钟 就会缓解 又可以再走个十分钟 又觉得很痠痛 又再休息个五到十分钟 又可以再走 这是血管塞住的问题 如果是老化的话 就像我们平常工作 去上健身房一样 健身两个小时 要回来休息一个礼拜 肌肉才会回复冷革 对 刚开始真的会 刚开始真的会 所以老化大概就是跟血管 大概会有一些 这样的一个差别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